不知道花园里还有什么有趣的宝贝 我要好好找找看 哇 这里有一艘船 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水 好凉啊 不对 馆长 肯定又是你在搞鬼 开个玩笑 别生气嘛 看 我这船带船板破了 还要靠你来修复呢 嗯 放心交给我吧 我看看这次的问题是什么 这艘船的主人和人类有什么关系 皮皮 准备好喽 开启吧 时空军门 咦 那不就是丢卡利翁和皮皮 那两夫妇嘛 他们在干什么呀 快 皮拉 我们必须要赶在下大雨前把船建好 亲爱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建一艘船啊 唉 我的父亲普罗米修斯告诉我 众神之王祝斯将要制造一场大洪水来淹没大地 所以父亲让我建一艘大船 好带着你逃生呀 啊 天呐 那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糟糕 开始下雨了 快抓紧时间 咦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 我想起来了 之前人类没有得到宙斯的允许 就擅自使用普罗米修斯到来的火种 宙斯愤怒极了 觉得人类一点都不尊重自己 于是他决定要发动一场大洪水来惩罚人类 啊 不好 宙斯打开了洪水之门 大水轰隆隆地冲向人间 哎呀 不知道丢卡利翁和皮拉的船造得怎么样了 快 宙斯已经淹上山顶了 哇 好险 他们总算在最后一刻把船造好了 哎呀 怎么办 船里进水了 他们会不会逃不掉啊 哇 这天上下的雨竟然像一条条大水柱 如果丢卡利翁他们的船撞上去了 那肯定一下子就会被掀翻 真是太危险了 不好 皮拉 快 调转方向 哦 坏了坏了 丢卡利翁本来想让船倒退 可没想到这时突然刮起了一股大风 大风把他们的船往水柱的方向吹去了 可丢卡利翁没有放弃 他勉力地划着船和大风僵持着 哦 好惊险 刚刚差一点点就撞上了 就这样 大鱼下了九天九夜 直到第十天才终于停了下来 可是经历了这场灾难 全世界只有丢卡利翁和皮拉两个人类幸存了下来 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要怎么重建家园呢 哇 我们能活下来真是太不容易啊 亲爱的 不如我们就在这座神庙前感谢天神对我们网开一面吧 好啊 可惜我们没有火不能点亮这个祭坛 你看这是什么 是火 太好了 尊敬的众神之王 谢谢你让我们在大洪水中活了下来 你们对我心怀敬你和其他人类不同 既然这样 我就送给你们一份礼物吧 捡起你们母亲的骨头 把它们从你们的肩膀上抛出去 这样 你们就不会孤单了 哦 母亲的骨头 哦 母亲的骨头 咒斯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哦 我明白了 原来咒斯说的母亲指的是大地母亲 而骨头就是大地上的石子 只要它们捡起地上的石子 朝它们的肩膀后面扔出去 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人类了 哇 他俩可真聪明 我就猜不出来了 我也可以回去回答馆长的问题了 馆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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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皮皮 你喊我一声就够了 我只是记性不太好 耳朵可拎着呢 怎么样 你知道答案了吗 当然了 这牧船的主人啊 就是丢卡利翁和皮拉 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后 它们创造出了全新的人类 终于修好了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它 完好无损的样子了 谢谢你啊 皮皮 不客气 馆长 你的宝贝真有意思 我修复得可开心了 那是 我还有好多宝贝呢 那我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你可别跑太远呢 皮皮